而内湖公馆庄武申开张圣王庙 在每年的农历2月15号 都会举办绕镜祈福仪式 今年的绕镜活动 除了依旧沿途发送安平饼之外 绕镜队伍还表演难得一见的宋江镇 以及进行入庙与其过火仪式 成为内湖区每年重大的宗教圣会 每年的农历2月15号 内湖公馆庄武申开张圣王庙 都会举办绕镜祈福仪式 在今年的祭典队伍当中 则有许多的民众装扮成八家匠 根据清白礼陈东元里长表示 这些人都是还愿的信徒 在去年祈求身体健康等愿望 今年则化身成八家匠 前来答谢神明 绕镜的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庙里面的 大家都看过的是八家匠 官将手 那宋江镇 引进宋江镇来我们庙里面表演 那整个内湖第一次看到 有这么大的队伍在表演 那整个绕镜的活动里面 大概我们大概有 二十几镇的那个镇头 那也是很浩大 绕镜活动除了沿途发送安平饼之外 今年还邀请内门乡的团体 进行宋江镇表演 另外庙方则准备了一千五百斤的木炭 进行入庙以及过火仪式 传承内湖区的在地信仰 我们大概都是一千五百公斤的木炭 那神教 神教 全盛时期大概有六十几顶 七十几顶都有 那现在大概有三十几顶的神教 那神教在台这个神教过火 每个人都是打赤脚的 你知道那个一千五百斤的木炭 所烧出来的那个烫火是多大 那假如没有那个神明的神灵 你说你敢踏进去吗 整个绕境祈福一世 沿途行经碧山路 内湖路还有港前路等地 可说涵盖了大半个内湖行政区 也为在地居民祈求一整年都能健康平安 崇伤的民众则能深以兴隆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